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过中国神话传说中的龙 我家祖籍山东昌仪 我的太姥姥已经去世 享年88岁曾经和我讲过一件事情 在山东老家附近有一片非常大的盐检摊 当时我太姥姥还是小童养媳9岁那年 因为家里比较穷 所以经常和其他小孩子去那里偷盐 有一次 他们到了盐检摊 发现摊头有一只巨龙浮在那里 太姥姥回忆道 那条龙似乎受了很重的伤 趴在那里一动不动 散发出非常重的腥味 引来许多苍蝇 龙的鳞片是半长的 苍蝇纷纷转进鳞片里去 等苍蝇进到一定数量的时候 龙就会猛地收缩鳞片将苍蝇夹死 当时有胆大的小孩拿棍子去捅龙 但是龙除了鳞片抖动以外 没有别的反应 那鳞片足有脸盆大小 当过了一段时间 太姥姥他们再去的时候 那龙就不见了 因此我相信这个世界上 还有神秘的事物没有被发现 也相信神话中的一些生物的存在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